就说邪淫怎么比杀人放火而严重 杀人放火 他是有很大的冤屈 不得已而为之 但凡有办法他不会这么做 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对方一定是非常的过分 万恶之人 说不定就该杀 只不过他这种极端行为也许是过了 仅此而已 轻描淡写 事实就是这样 而邪淫 你用非常的手段 不得一个女人身 一定是女人 如果是男人那是开玩笑 电视上看的都是个别现象 一丝炒作 那都是非主流 我们不要信 不得大家一乐 多人妻 这种报应啊 如果直接的 就会以此之道还彼之身 除此之外 还可能让你 被人坑骗 大损钱财 等等这种的诸如此类 那种可能性很多 这是古人 名声传下来的经典话语 不会错 你大损钱财 为了这个女人 你可能大费时间 金钱 大损你的名声 不能说 当自己总是心里揪着一股神 抬不起头 发现了家里全家都抬不起头 社会规律如此 损害你的健康 时间长了 过度 还会损害你的灵性 记性变差 反应变慢 精气神 这是最后一关 而这个精是基础 很重要 我们修饰都知道 这个的重要性 身体壮如牛 胳膊肋小眼流 还会 秧极子孙 生出来那些 都是乱七八糟的 你的那个意念 频率 会长久的驻留在这个时间 很久 你就发生的一个信号 说不定几百年 爱斯坦说的 你这些啊 有人说我自己玩 哼 那西方这个 影片传过来 中国自古是没有的 都是跟他们学 犹太也不公开 开放 年轻人积雪未成 大损经脉 会影响你 不及时自我修复调整的话 一辈子 家庭破裂 还有很多很多 你不信 试试看嘛 有人说上层 他怎么就可以 好多个 那首先 那首先你不是 他们 如果不正当 不正常的话 时间长了也都会出问题 人家有底子 暂时 显不出来 还有就是 家里那个妻子 像古代女子一样 抱着宽怀 你对家夫的起责任 然后你外面怎么样 不是太在意 那个就 问题不大了 所以说你乱想都不行 你自己都不行 你自己也是天地的 这个精华 所凝联而成 你不尊重自己 就是对天地这个道 不遵循 一样会遭受到成 你自禁 你一样受惩罚 你的乱想 那一念都会影响 这个天地的这个频率 只不过